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还因身高和133厘米的大长腿一举打破两项金尼斯世界纪录 无论是跟普通人还是女模特站在一起 她总能引起别人更多的关注成为焦点 甚至连日常的出行逛街的时候都会引来许多路人找她合影留念 不过话说回来因为个子高的问题 叶卡捷琳娜丽辛娜也有许多自己的烦恼 因为身高问题很难买到合身的衣服 因此她大多数衣服多得量身顶质 不仅如此 就连找对象都是问题 因为很少会有男孩愿意跟一个比自己高出许多的女孩约会 直到她15岁时签订职业合同加入了篮球队 她开始同一些高个子男孩女孩交往 身高也因此变成了她的一大优势 身边的追求者也多了起来 并且她的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变 据说她还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斩获了一枚铜牌 退役后她果断选择做了一名模特 因为她喜欢自己的优势 怎么样小伙伴们既不建议找这样一位 比自己高的女生做女朋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